東海龍王一現身和小魚鬥趣的劇情 讓台下觀眾哈哈大笑 館方邀請何洛芳 林明文大師表演偶戲 和小朋友一起玩戏偶演出北館 像虎熊怕虎 像虎熊怕虎 怕虎 說到做 說到是 像虎熊過度 虎熊過度 如果說都沒有信心 掌聲鼓勵一下 好 針對我們海洋科技武館 所以我也設計了一個橋段 說龍王灰塵像和他的水族 老烈的表演 再來介紹生動或情罪 這些角色跟他們的動作 其實我會留一些時間 我們要教我們這些貴賓 要教他們怎麼操作 怎麼捏紅 我們出來又怎麼判都沒效 就他們有捏過 有感受到我們這個佈地魚 喔原來是這樣這麼好玩 這樣我們才有希望 舊市議長童子偉出席表演活動 和孩子們一起坐在台下看戲 重溫兒時的記憶 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基隆的海洋博物館 海洋科技博物館 今天河洛芳的林老師 特別帶來 我們傳統的布袋系人偶 要來教我們的小朋友 傳承我們的台灣的立書 我們應該多一點的年輕人一起加入 像今天我看到海科館有這麼多人 來參觀林老師的這個創作 然後林老師的這個布偶這個河洛芳 我想這個我們需要透過 不管是政治的力量 還是學校的教育向下扎根 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傳承 台灣的文化都要靠這樣 一代一代的傳承下去 讓我們台灣人的精神延續下去 其實布袋系不管你要用什麼樣的角色扮演 其實你也可以把這個情境 不是只有人類的角色扮演 或是說我們講的 用他的布偶做這個角色扮演而已 甚至情境都可以有點像是 我們在講海龍王怎麼去在大鬧農工 那其實是用一個布偶的 一個布袋系這樣的一個方式去呈現 是非常有趣又生動活潑的 海科館邀請民眾看戲 教小朋友說台語 讓布袋系在不同領域都能夠繼續傳承 記者黃紹明 基隆報導 不同場域